12月1日,当加拿大下议院议员针对联邦政府提出改善加拿大北方粮食缺乏的计划提出质询 代表加拿大北方原住民族地区Nunavut的议员兼任环境部部长Leona Akluga却在看报纸 这样的举动引发其他议员的不满 而在第二天,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位部长低头看着手机避而不答 这样的质问延续到下议院议程中,都还有议员紧追不舍 连总理都要为这位部长看报纸的行为做出说明 议员们炮声隆隆 引发争议的部长终于亲上火线,不过态度依然非常强硬 不只是政治人物对部长的行为感到失望 Ranking One的居民也在网路上发表他们的看法 好丢脸,难怪英女族人和其他原住民族的名声这么差 就是因为少数人将所掌握的权力视为理所当然 或是让他们应该要提供支持的人失望 大伙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不需要面对那些声音,也不在意 因为他已经得到金钱 他是一位歧视自己人的原住民族种族歧视分子 他们应该把他丢在那里一个月,不留钱和食物给他 我们就会看到他会多快做出改变 加拿大原住民族电视台针对这起事件 多次提出采访要求,却都吃了闭门羹 不过就在政治人物互相指责打口水战的同时 在北方埃尔的原住民族人只能继续努力想办法存活 记者读记,陈明文编译